美国联准会周三公布 1月会议纪要显示 联准会官员倾向支持 进一步升息抑制通膨 警告美股估值过高 以及担忧债务上限谈判过长 可能带来重大金融风险 美国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执行张马斯克 周三会见美国加州州长纽森 讨论工厂扩建问题 同时他还宣布 加州为特斯拉的新工程总部 有望加快推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 马斯克曾在2021年 将特斯拉总部从加州湾区 迁至德州奥斯汀后 严厉批评加州的法规和税收 苹果公司传出秘密进行的 血糖测试研发计划出现重大突破 利用肤贴皮肤上的细小探头 最终可能进入智慧手表产品线 彭博报导 这套血糖测试系统将仰赖苹果设计的 细光子晶片与感测器 委托台积电生产主要晶片 新贵股新云航空股价历经六天暴涨后 周三失去航空股王宝座 收盘价39.3元 跌幅达16% 23号股价盘中黑转红 新云航空公关长聂国伟强调 董事长张国伟持股超过77% 一张股票都没有卖出 呼吁股民用合理价格理性购入 新唐人亚太电视这里报道